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嘴言堂的 今天我身邊有一個年輕人, 他的工作很有趣 他說完之後我腦裡只有花瓶 因為Jason是做古籍師的, Hello Jason, 你好 Hello Amanda, 你好 是不是很多人像我這樣想起你們的身份 就是想著有些古董, 貴的東西, 實情是做什麼古籍? 實情是有專門做古董的古籍師 但我們是專門做物業, 甚至我自己主要處理的就是做生意上的古籍 或者是一些複雜的金融工具的古籍 好了, 我做創意創業, 有這麼多生意的事情, 今天有很多事情談 當然我會問一下, 究竟古籍線這一門生意, 你自己的公司是怎樣 但是因為你是古籍別人的生意 當然, 生意你古籍可以的, 當然是買賣 是的, 買賣當中, 很多時候你怎樣看一間公司 大家想著一間公司賺錢的, 但賺錢又賺你賣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的工作和其他公司的背景 其實我們其中一個工作的重點就是做生意的古籍 為什麼會穩動我們去做古籍呢? 其實很多時候真的關到它的拼購事 可能是賣家想, 可能一盤生意意興難生, 想賣走它 或者一個買家對一門生意, 他覺得很有興趣, 很想賣進來 這些情況之下, 就會找我們作為一個專業人士 去幫他做一個股價, 方便他們兩邊達成一個最終的交易價格 是否什麼類型的生意都可以賣? 實質的, 譬如你可能在餐廳那裡有些實質的機器, 店舖等等的事情 但你知道香港現在很多創意工業的生意是很無形的 是否什麼都可以呢? 還有你怎樣估值呢? 其實現在新興的生意跟以前真的很不同 我們以前很多時候看到的生意主要是賣固定的資產 例如我有動物業, 我有一個農場, 甚至有一個礦 這些就是一些有型的資產 但其實這幾年新興了很多是屬於IT, 技術方面的東西 其實更多公司的主要元素就是屬於模型資產 我會賣個資產, 賣個服務給你 這些其實我們都會猜得到的 但整個套路會跟以前有一個比較大的出入 為什麼出入法呢? 起碼很多朋友都會想 咦, 怎麼計算呢? 有些可能是想買一半生意回來做的 有些可能是正正想買一半生意, 怎麼計算呢? 以前如果真的拿著幾間店鋪 我最簡單就是看你每一間店鋪的價值是多少 加起來就是你一間公司的價值 很容易數, 不會單單單時間計算 沒錯, 就是逐間逐間店鋪看你的價值 但現在特別是一些新興行業或者IT 甚至乎今天連收入模式, 連盈利模式都沒有 那些我們會看將來你的生意是在目標什麼客人 或者你接下來的供應服務 有沒有機會可以擴充到全球都做得到 如果有這樣的元素在這盤生意裡面 其實這些生意就會很值錢 但說到最後, 我們在做估值的時候 最後就是看一件事 看你公司未來可以為你帶來多少現金流 這個現金流其實就是我們整個估值的重點 這也是很大的, 生意上最喜歡的東西 就是現金流 剛才你說的, 還有一些股票 現金流是真的 我想到現金流的 最基本, 最容易接觸的就是麵包店 它真的是現金的東西 但我相信這間生意是很複雜的 不是說只是這類型 可能將來的股價 其實那個玩法是不是複雜過你以前很多 還有要計算那個生意的, 你說現金流 即是用你的自然金流 你以前是不是難很多呢 我想最難的是要去了解每一個生意的營業模式 我們說的是它的商業模式 到底是怎樣行的 它是靠什麼去賺到錢 如果好像以前一個麵包店 比較傳統的生意 其實你很容易就看得到 每一天你賣出多少個麵包 你餐廳的位置, 附近有多少人流 其實你很容易就掌握到 其實這盤生意你最多 帶給你的現金流是多少 但現在看很多技術的生意 即是你是做科技的 甚至乎是做互聯網 或者是做Apps 這些其實你去預測現金流 其實就會有一個難度 所以就變成這個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跟賣家 即是我們跟創業家去談 到底你的生意模式 接下來你想打一個什麼的市場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個市場 是一個這麼有可能性 以及你打算怎樣去變現 因為現在做IT事業 就是你免費的 就肯定很多人都歡迎風而止 但到你一度收錢 其實人們就會雞飛舊走 很正常 通常找到你們股值的 是哪類型的客戶 因為剛才我都說了 如果我們生意 又找到錢的就不用找你搞 找不到錢的就要賣才找你 是不是就是這些人 其實就是其中一部分 會是這些人 可能生意價值 可能一千萬以上 可能就會找到我們 如果銀碼會再小一點 可能他們自己買家賣家坐下 就騙手 就像街市買菜 你還價價 大家就出了一個考慮出來 就可以做到 但現在其實因為 我們的客戶有一部分 都是上市公司 因為現在的監管上比較多 還有其實聯交所那邊 都希望對小股東是多一些保障 所以就希望增加每一單交易的透明度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他都想找一個專業的人士 給予一個意見出來 證明你這單買賣 其實跟市場價格是差不多的 而不是很簡單 你真的買家賣家兩邊 騙手傾的價值就夠了 就像銀行股價 正如用第三者 去本門生意的價錢會如何 整件事又好像客觀了 又安全了 沒錯 其實這是一方面 我們增加了透明度 其實另一邊來說 對買家賣家 其實都有一個更加多的保障 因為我們在做整個股值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有幾年的現金流預測 其實有了這個預測之後 其實買賣雙方對整個生意的了解 是更加多了 可能就中間一些關鍵的位置 例如我預計未來銷售的增長 可能我的賣家當然想買高些價錢 我說每年100%我做得到 但當你的數字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買家就可以知道 到底你怎樣可以達到你這個目標 就是說你要100%增長 那你怎樣做得到 大家有更多的基礎 是可以大家去談 到底你這盤生意的價值 到底是怎樣去行的 所以就令到雙方得出來的價錢 其實兩邊對底數 或者你給這個價錢 真正我買什麼回來 兩邊都是更加清楚 在做什麼 都好 就算你營運自己的生意 更加清晰自己的生意 可能最後都可以 其實都可能會不賣 是啊 看完之後就這麼值錢 都可以就不賣 但我很想說 說真的 世界變得很快 有些事情剛才說的IT等等的行業 整個社會環境可能是 一兩三年就已經轉了 那你還要猜它將來調數 其實會不會這樣做 令到你們很多時候的數值 都會沒有那麼容易準 甚至乎你經常都要調整 絕對是 特別是在一個新興經濟體系裡面 現在的生意真的五時花六時變 甚至可能一個月後的東西 和你今天去看的東西已經很不同 但是在我們估值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可以看到 到底你的賣家 或者真的是一個創業人士 我是真的想找投資寫進來 其實在估值的過程之中 是很看得到 到底你這個founder 對這個行業的認識有多深 或者是你那個應變的能力 萬一真的是經濟環境 或者你的產品推出來 跟你預計是不同 到底你可不可以有辦法 轉身轉得到 而是找一個新的方向出來走 這個其實在我們整個 在這個估值的流程裡面 可以很展現得到 到底對founder 對這份生意 是否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對投資者來說 其實你做一次估值之後 當你跟他談完 這麼多不同的參數 即看完你接下來的銷售是怎樣 盈利是怎樣 其實你就會知道 到底這個founder 是否真的有能力帶領公司 可以突破到現在這個階段 所以就算是千變萬化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看到你的founder的能力是怎樣 這件事對初衷很重要 這個說話令我想起之前 聽過天使投資者的頭說 都是說最重要是founder 是整間公司的一個重心 如果是一間startup來說 絕對是 除了上次公司之外 你都有很多的客戶 可能是經過估值完之後 找不同的投資者 我這個成績表是這麼漂亮的 你投資我啦 是否都會這樣 我們都有的 有些客戶是 都會是故意因為 有想找投資者進來 所以想變成一個 更漂亮的財務上的數據給他們 給他們多些資料去支援 為什麼這盤生意是值錢的 所以我們都有類似的經驗 去見投資者 我們都有的 不過一個客觀的事實 其實失敗的案例是非常之多 成功的案例是真的不太多 原因是因為他們估計完直之後 尤其是startup或者新的朋友 他們找投資者 他們想 因為說真的 我也有些不同的嘉賓 他們都是一些 可能創新科技 或者是一些新的行業 很多年輕人都經常想 搞到那麼多 就找人住資 現在整件事很簡單 所以我當然要問一下 失敗的原因是怎樣 是否太大想頭 我聽過曾經有些行家說 很多時尋投資者 香港的startup很吃虧 他們寧願投資其他地方 新的行業都很少聽本地 會不會是這樣 是 這個是一個先天性 一個很高難度的入門門檻 因為香港本身的市場是不大的 而另一邊就是 其實香港你要去營業一盤生意 本身已經是很高的成本 所以變成有限的人手 有限的人手 店租又貴 你怎樣可以想到一盤生意 可以做得出來 然後突破跳出香港 這是一個不容易成功的一件事 所以為什麼startup 特別是做tech的公司 在香港用不到資的公司 或是知名的公司 可能是十隻手指數 當然我們得到那一班 其實有些都是很強勁的 例如GoGoVana Move 那些都是很強的公司 但是整體上的數目 其實現在都在變 當然這幾年 看到政府是越來越多的投入 亦都有不同的分定 去支持startup去做 年輕人 我又不知道有多少錢 讓你去試 其實是好的 但正正為什麼我足力說這麼多 就是好像很簡單 有的政府有的錢 做老闆真的好 不用打工 很多假期等等 不是這樣的 生意上面 整件事是 除了你打算在融資玩得很大 我之前也有做 我相信你也做過不同類型 可能不要那麼誇張 不知道去到high tech 一般的生意 其實去到最後 講一些失敗一點點 可能他們要賣走了 或者覺得營運一般 通常會犯什麼毛病 其他人就不要犯 他們做生意 其實最主要就是現金流的問題 這個都是我們一開始說的 可能我一盤生意 其實我會做一百元生意 其實可能真的落袋的只有一兩元 這樣真的很低 其實在國內的企業 是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其實是因為以前 可能早幾年 國內企業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產品 大家都很像 A和B 其實好像你看起來 是沒有分別 所以大家是什麼 全部都去淘寶去買 淘寶的價錢這麼低 變成所有廠家 其實你變成利潤空間壓得很窄 很低 但同時後面有很多生產機器 然後有很多人可能會窄他 他有很多營運資金的需求 變成他的資金鏈忽然斷裂了 特別是可能忽然間 我本身是拿開幾個大客 可能佔我五六成生意 忽然間這個客人說 我看到另一間便宜一點 然後我就走了 你就沒有了三四成的生意 你忽然間那一刻 就會令到你的現金流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其實對所有生意都是 如果你的利潤空間 可能本身已經是幾個百分比 你就要更加小心 在你的營運資金的控制上 你要控制得很好 你的數期要抓得很準 要很小心 但香港沒有這麼誇張 沒有來只有幾個百分比 香港如果做傳統的生意 例如飲食業的生意 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創業的時候 不一定要想到很高科技的事情 其實做一些民生產品 我們看到其實是很好做的 在香港裏面 就是招呼本地的客人 因為香港人花在食物方面 其實都算是很花錢 所以其實做飲食業的空間 普遍來說都算不錯 我有聽過其實可能在荃灣 開一檔賣豆腐花的 一個月的利潤 可能都是七位數字 可以做到 所以你只要是 當然你要專心一點去做 還有打響了一個名堂出來 其實香港你做傳統生意 是一樣很好 一定有它的生存空間 當然最重要是認認真真做 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飲食的部分 當然有些朋友 我剛剛新做生意 我可能不是很厲害 很多東西都 一想起飲食 例如說 不如Franchise回來 所有材料都有了 那我就是營運就可以了 Franchise是否一個好的方法 去讓朋友試做生意 去試做 我想由兩個角度去看 如果真的完全沒有任何做生意的經驗 其實做Franchise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Franchise 即是品牌的持有人 其實他基本上都教你怎樣做 他提供了課源給你 租金 然後店鋪的間隔 他全部都控制住 他亦都有了指導給你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付完加盟費 然後進去做 其實你就可以做一盤生意 這個其實對於生意的身手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做吸取經驗的平台 因為你可以學一下 什麼是一個專業的管理 還可以嘗試一下 原來自己要去管理整間公司的時候 會面對到什麼問題 其實什麼問題都有 就是人手、客源、廣告、宣傳 全部都你一腳踢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但是到另一個角度 就是當你累積了差不多的經驗 你想要擴充的時候 其實你用Franchise的形式 你就會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成本會高於其他公司 為什麼呢 因為你給了一個加盟費 然後你去拿貨的時候 Franchise 品牌持有人 又要指定你用某幾間企業 而那些企業給的貨出來 就肯定不是最划算的 就是它一定有標準 所以就變成你整個經營成本 其實會比你自己出去 自己創立一個品牌 是差的 其實你做一下做一下就發現 可能幾年前也有報紙有說過 你做一間71的Franchise 其實你等於自己打一份工 你連請到的人 可能你都沒有這樣的成本空間 給你去做 就變成你一天要分十二十三個小時 就是為了頂著這間店 其實Turn out 你抽離一點去看 雖然這盤生意是來的 但其實你做的事情 和你打一份工 是完全沒有任何分別的 所以就變了 大家就要去想幾件事 特別現今世代 最值錢是做一個品牌 你做一個Franchise的生意 其實你是幫助別人建立別人的品牌 可能你多了分店 那個品牌不是你自己 沒錯 所以到最後你做到幾成功都好 品牌的價值都是去別人 下不了自己 這個就是大家做Franchise 做Franchise的時候 可以去考慮一些事情 但當然 你會看到仍然還有生存的價值 即Franchise 絕對是 我想真的對一些新手 或者自己未想到自己可以做什麼的事情 你就可以考慮這些模式 但剛才說的很重要 你自己的Franchise 你自己的Franchise很重要 而且還要遇上好的Franchise 因為之前也聽過某些飲食 可能那個創辦人一出事 或者可能他的管理 或者一些貨員有問題 一路倒進去 很多的參與者就很慘了 那些情況 我想也會令到公司很快便會輸出 對 這個是要很小心去選擇持有人 到底他的Track record是怎樣 7-11就肯定絕對頂瓜瓜 上面他給的支援和支援 雖然那些東西比較貴 但起碼他教到你那套東西是專業的 但如果你說我是一些新進的品牌 可能這幾年熱了特別是飲食業 很多都是香港旺角 一旺了 然後又想做Franchise 去賣荃灣 甚至乎去開深圳廣州 這些就要小心點 要小心點跟持有人去談 大家的商業理念是怎樣 和他給的支援是怎樣 這些就是生意上的細節 這些就會很影響到你的生意 到底是否到最後會成功 這個都要留意 而且始終大家都是有興趣創業的 自己有很多才能的話 創造你自己的行業是最好的 當然了 Jason你自己也是一個老闆 你是古籍的 那我就想說 其實為什麼你會入了古籍這個工作 因為現在想起這個 我也說了 我想起古董 又不算很多人做這個工作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個 不是一個Unit 總之是一個Niche的市場 是一個比較冷漫的行業 甚至乎由我出來做生意 加入了這間公司開始 其實一直都很多人都問我 其實古籍我真的聽都沒聽過 我們其實就算是Finance和帳戶中間的一個行業 其實當初我自己大學畢業之後 其實就加入了四大會計師樓 好像是經師樓 其實是一個少林寺 就是一個少林寺 裡面是學了很多東西 都得著很多 我覺得幾年的時間裡面成長得很快 進入去的時候 其實就是進入了這個古籍的部門 那時候其實就接觸很多不同的生意 又剛好其實我自己在讀書的時候 都已經是對不同的生意很有興趣 很想了解其實每一盤生意的營運是怎樣去做的 剛好我的工作 就跟我的興趣是有些關聯的 就變成自己就肯投入不少時間下去 亦都覺得不會覺得很辛苦 要加班又成這樣 就變成了了解更多的時候 就發覺自己都喜歡在這個行業裡面繼續發展下去 然後過了幾年就離開了四大會的師樓 就加入了現在這間公司裡面 都是一路做回估值上的事 都是幫回不同的客人 照顧不同的nees 但是相對啦 永遠做生意都是那句 有需求但是貨源少是最好的 就是因為可能只是比較少數 可不可以說在香港裡面 你們自己的市場照顧率都相對會比較高 因為就是少人做這個行業 其實我們的行內裡面 都不是很少競爭對手 只不過是相對地冷門 普羅大還不是那麼明白我們 但其實我們行內裡面 有國際的大行 然後也有本地已經上市的公司 所以行內競爭是有一定的激烈程度 但我們自己主力 我們是四大出來的 我們其實會是專業性做得比較好些 對於產品 我們出來的企業的質素會比較好些 所以這件事在這裏 就會令到我們可以跟我們的同行分開出來 其實到最後就是 我們是帶一些價值給我們的客戶 然後他們覺得OK 然後他們願意付這個價錢 找我們去做負責的工作 因為你剛才說是professionalism 你的專業性 以及你不是一樣東西 你是一個service 你要用你的專業去評論 你一盤生意或者所有事情 這個是沒有得比較的 你不跟一個包包大一點小一點 是沒有辦法這樣比較的 沒錯 不是很實在的事情 是在服務或者細節上 你的客戶會感受得到 很簡單 例如股值這邊 有很多都是純粹我幫你看完 你的生意值多少錢 你的評論就是這個數 但可能我們會想到一步 其實如果你要跟對方去談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想一下 你的交易合同裡面 會不會加入多些條款 而這些條款其實可以保障到 你將來的利益 雖然我們見到 可能價錢上面是偏高或者偏低一些 但可能oflaw整個terms 或者整個合約對你來說 其實對你來說都是一個最有利的狀態 我們就會去想多些這些事情 去保障我們客戶的利益 這個是很公平的 原先的這個工種 未必需要這麼貼身 就是因為如果你做多了這個服務之後 是令客戶更加覺得安心 以及會覺得 你不用煩了 我連所有事情都已經安排了 會不會是這樣的原因來 增加自己一個的競爭能力 或者市場開始大家都在做這件事 愈來愈多人都做這些 後來的服務 會不會呢 其實我們就一直在想 也要一直在我們的產品 在我們的服務裡面 要不停地轉 因為如果大家都在做同質的東西 我就變成一間大陸的工廠 到後面的結果 只是可以鬥架 但我們就不希望走這條路 而其實我們 在我幾年在四大會的私留工作的經驗 亦都給我感受到 其實這個行業是競爭者需要多 但其實服務的提升上面 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到 所以為什麼我選擇了 在這個行業裡面 加入這間公司裡面 在這個行業裡 希望打拼到一些新的市場出來 而且你自己很有 passion 你真的很喜歡看別人的生意 我覺得這是很基本 也很重要的一件事 特別是想做老闆創業 如果你對自己這盤生意 是沒有一個很喜歡 甚至跟他拍拖的感覺 其實你是很難做得久 打工 你要有動力 要不停地想 我有什麼可以改善 這件事其實可以是一個很沉悶的過程 亦都可以是一個很有趣的過程 但中間就看你的心態是怎樣去決定 有沒有過往裡面 你股價的公司 如果老闆是屬於這一類的話 都是幾不錯的 他們的股值的價錢 或者公司的發展 你說他們出來的結果是不錯 我當作數據 會是的 首先我們接觸的客人裡面 其實大部份都會對行業很有熱情 因為這樣他們才能生存到這麼久 你不是一些剛剛出來什麼想法 可能只有一個想法去做 我們比較少 可能我們的客戶群裡面 很多可能都做了五年以上 甚至乎十幾年在行業裡面 所以對行業都是很有經驗 然後他們也很喜歡這盤生意 這個一定會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因為你對賣家或者找投資者的話 其實最後你都是靠你的熱情去打動它 是的 所以我們看到普遍香港都不錯 我覺得香港創業者其實很有 passion 是真的很有熱情的 但是只是沒有優勢的地方 就是因為香港市場太小 他們找不到一個更大的平台 給他們發展 但是這個 其實現在很多都跳出去 你說Go Go Van Lala Move 其實這些不單止是大陸 其實東南亞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特別是如果做Tag的話 應該是可以標準那些地方 基本上很多香港的 搞定自己的Base之後 就再跳去不同的地方 他們的生意就可以越做越大 相對 我想問 這間經常都是年輕人 你多不多遇到很年輕的 甚至乎他們會不會有些特質是 一些比較長輩的朋友是沒有的 或者可能他們要在長輩裡面學習某些特質 那些生意可能做得更好 多不多 你接觸很年輕的朋友 有啊 我自己大學同學 有些都是25、26歲 然後已經出來創業 然後是做IT 寫Apps 有些其實已經拿了阿里巴巴的投資基金 即是你幫我估值完之後 都不用我幫我估值了 我已經吃剩了 因為你的行業或者你的故事 夠漂亮的話 其實是爭在你 就是最後別人用過什麼價錢 入股你 人家看到你的能力的話 別人不介意給你一個很高的 我們反而很多 如果做初創的話 很多都是去到Series A或Series B的時候 就會找我們入場 因為那些時候 這些公司去到Series A 即是A輪融資 可能是前期做了兩三輪之後 之後就會去到A輪 去到A輪的時候 通常就會見到一個實在的 整個商業模式出來 變成這些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就會 分析上做得深入很多 通常就會在這些情況之下 找我們入場去看 哦 即是他們基本上已經開始 有些基本的東西 像樣點 就可以找一些大一點的融資的部分 是啊 但是如果是初創的話 可能就是我先 主要都是 主要都是一個 proof of concept 的一個階段 這樣的話 其實可能你就是做一個 製成品出來 試一下是否能運動 或者一個市場上 簡單點去推一推 看看市場的反應是怎樣 接著投資者跟你談 談多兩句 看你的founders 的背景 可能他已經可以幫助進去 好像都很簡單 難怪這麼多年輕人 想完兩下就去做 剛才你說過 除了生意部分 也有的 會不會就是這一類 即是初創的部分 去到不同類的融資部分 是不是都會是這一種 是 不同類的融資 會扔到後面 不單單是生意上的估值 即不是業務估值 甚至是金融工具的估值 為什麼會有不同 其實一個初創 我當你總子輪融資 可能投資者進來 他也是要你普通股的股份 即是普通股的股份 但是去到A輪或B輪之後 其實投資者進來 就不會是要你普通股的股份 他要是一些優先股 優先股和普通股的分別是什麼 簡單點來說 就是優先股裡面 他有很多不同的保障 是保障著投資者 而是將創造主持有的普通股的股份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劣勢 所以這件事會令到 其實投資者投的優先股 是更加值錢 所以這件事也需要 我們比較複雜的財務模型 去計算價值出來 但是普羅大眾 其實也會少些聽到 所以我找你來 如果是融資 特別是A 輪 B 輪的融資情況下 關於交易合同裏面的條款就要更加小心去看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見過很多例子 公開的例子都見到 其實到最後你的Founder是會被投資者踢走了 最近Uber的例子就是這樣 其實整個Bord裏面 你明明Founder是拿著最大的股份 或者整間公司都是你創立的 但到最後你是被人踢出局 所以在交易條款裏面 我們估值不單單說你的生意值多少錢 其實在後面整個交易條款 整個東西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價錢只是一部份 Founder被人踢走 有時候這部份要留意 不如這樣說 例如說這些View Case 對於一些上創業的年輕人 可能會聽到一部份 或者他們經常想著 有人投資 有人融資很高興 其實是否隱藏很多風險 你可否都說 譬如我真的有一個好想法 是HIGH TECH 很OK的 條路是這樣走的 但是否要他們想定 有些事情 譬如人家真的要給你錢 那當然可以 但可能會影響你的 會否影響你的當中運作 或者Ideas 他是不是需要考慮這些部份 是的 其實如果在初創融資裡面 在選擇投資社裡面 我們見到比較多的問題 都會是 到底我找了這個投資社 他純粹是給我錢 還是他要介入我日常的管理 這個應該就是第一個要考慮的因素 如果他只是給你錢去投資 那絕對沒問題 那你就繼續有整個主導權 你想怎樣走都行 但通常進來的時候 他們怎樣都會想有些債 這件事你就要看回 到底投資者的背景 是否真的可以幫你 拓展到生意 或者他在你的產品研發上 他是不是之前有很多經驗 可以給你 可以點到一條路 告訴你怎樣走 我們會見到其實就是 我身邊這些朋友 他們拿到錢回來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身邊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伴侶 一直告訴他們 到底這個市場發生什麼事 或者是生興什麼事 然後叫你去試試 向這個方向走 那這些提示 其實可能是一個初創的企業家 他們最需要的東西 反而是給錢更重要 如果你找到一個很好的伴侶 給予你的指導 那真是好 但實際的情況 又是否這麼理想 很多時候 實際的情況 就是這些 哎呀 我已經聽到某些事情 對呀 對呀 因為到最後來說 其實就是我們 我們的服務裡面 或者我們的客人裡面 有很多 不是因為純粹想買款賣款 所以找我們去做 很多時候 跟一間公司裡面 然後大股東 和小股東有九分 然後要 嗯 因為我買了這些賣款 你買了這些賣款 這樣的情況之下 找我們去做一個估值 然後去離定價格 這些其實我們都見不少 亦都是一些很普遍 會發生的情況 所以這個就是 始終一間公司裡面 你營運 你靠一個人 其實你走不遠 很難的 很多人進來的時候 你就要確保 你找到的是一個 指同道合 可以是有不對 即是談不來的時候 但大家一定要找一個機制出來 到最後大家可以 有一個 conclusion 可以繼續 rule forward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對呀 坦白說我也是 身邊的朋友的生意上 都有一些 古來精怪問題出現 像你所說的 就是人事的問題 其實在你們做估值師的時間 裡面 數字數據 當然電腦或者你們的專業會處理到 人是不是很難搞 人是很難的 所以真的很難 特別是在買賣雙方裡面 肯定大家有大家的交易意圖 當然 這樣才會有交易做成 還有生意抹錢 很實在 其實一門生意到最後 我都覺得最關鍵的地方 都會是人 是那幾個創辦的人 幾個股東 其實他們自己背後 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可能是 我覺得我年紀大 我想退休 所以我想賣盤 有些可能是 同行收購 純粹是 我收購了你 我就變成競爭者 我就壟斷了這個市場 但是他肯賣給你才行 這個肯賣給你的時候 我們其中一個工作 其實我們都會盡量去嘗試了解 買賣雙方後面的想法 在想什麼 會不會有些共通的位置 是可以大家compromise到的 除了價錢之外 會不會有其他東西 我是可以幫你促成到這宗交易的 例如可能我真的是 創辦人 其實我覺得我年紀大 我是想賣盤 但是我這幾年 可能我還想繼續 run這間公司 或者是 始終是我的 心血 我又不想這麼早就看著他 放了手 然後就管都想不到 那可能我們就會跟他談 會不會是 你賣完之後 你可以請回這個銷量 在你公司裏面 幫你繼續做 即是當是打份工 繼續做回三幾年 一個consulting 那一來又可以幫你公司的 轉接 是可以順利一點完成 然後他以前的經驗 也是可以幫到公司 另一邊就是 亦了他的心願 可能到最後 他願意有一個低一點的價錢 是賣他的股份給你 這些就會做了一些 win-win的情況 這些就是我們最想做到 或者是 一宗交易是怎樣 最容易做得成 就是你找不找到 這些共同的地方 然後你給予大家 如果大家都哄得行 其實這宗交易 做不做得成 就是時間的問題 OK 哄得行 你這樣好像聽調解的 你聽你說的 好像覺得 是的 我們其實做估值 我也覺得我們自己 一部份都是一個 consulting work 我們consulting work 主要是用自己的 knowledge 或者用我們專業的意見 希望幫到客戶 可以做到他想要的目標 所以有一部份 我們其實的工作 不是純粹是 計算數據出來 計算數據 這個價值是這麼多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幫多一步 就是憑我們以前 有接觸過其他的案例 我們就分享給我們的客戶 去知道 比如了解一下 其實你可以這樣做 更多其實 其實我也覺得我們是 給一些 申請 一些 討論 給我們的客戶 所以人的接觸 是避免不到的 亦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實在的 始終 剛剛聽你說的一些 推薦 可能是你們的專業 或者經驗部分 可以說到 購買後 購買後 可以縮短 疑惑的時間 或者考慮的時間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行業 剛才你說的競爭者 有需要 這才是競爭者 其實演變 有沒有很大的變化 以前的做法 雖然是實質的生意 現在就多了一些IT等等的事情 演化是否越來越多人需要 還是不只是人家越來越多 知道這件事 或者需要越多錢 所以所以多了 那是哪一件事 需求是越來越大的 因為特別是在中港 其實每一年 現在每一年做的M&A的數目 其實每一年都是創新高的 然後增長其實都說 可能10% 10%這樣上 所以連帶著我們這些 跟M&A related的生意 其實市場的需求 是越來越大 當然競爭也會有在 但是我們會見到 其實行業的發展是健康 我會覺得 即使我們新進來的公司 在這個行業裡面 都會找到我們生存的空間 找到我們的定位 最開心 聽到行業健康真的重要 否則行業不健康 就算你生意多好 也很遲早都會影響到 沒錯 你說未到一個純粹鬥嫁的階段 我就會界定這個行業是不健康 其實現在都會有很多行業 都會出現這個問題 還有很多行業 因為剛才你說過 內地的生產已經壓得很低 也不算是一個新行業 這個之前都有 只不過是專業一點 所以大家不能夠太過壓到價 不能太隨便做 我看你的卡片也有幾個主業資格 那些是資格來的 你至少要花時間去讀 新入行的朋友 你以為我做股價的 可能要的專業相對地都會有些不同 絕對是 至少要有些 至少要什麼 我們在會計或財政中 我們從行業來說 可能需要有一個經驗的累積 首先你不可能是一個 剛剛畢業的大學生 即是我想做就不行 不是像TAC的公司 你說要進來 然後我想到一個想法 我直接設定一個公司 然後就搞定你 對 我們的行業 就不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因為中間有牽涉到一些理論 然後也有很多要實踐經驗的累積 所以托賴還找到一個生存的空間 另一邊就是專業的服務 我覺得我們有很多競爭的對手 或者我們的同行 可能是一套以前的概念 甚至乎有很多都沒有在四大會的私留 有做過工作的經驗 所以我們有一個優勢 就是因為我們始終在四大做過 四大真的是少林寺 我們學那套功夫 好像沒得睡 沒什麼生活 就不停做過工作 除了沒得睡 沒得生活之外 其實學到回來的那套功夫 標準是比較高一點的 是好一點的 所以相對地就會是 你套用出來的時候 可能你給客戶的意見 其實也是比較忠肯 以及讓他們使用一些 客戶會看到你的價值在 所以這件事也是一個 我們自己的公司 可能有少少優勢在這一邊 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要花很多心思 之前 你實小時候 剛入行我叫實小時候 不要怕辛苦 先打好根機 然後出來打江山的時候 你會很有用 我覺得最關鍵是 你打一份工作也好 或者你創業也好 你有一個熱誠 或者你喜歡你做的事 其實你很容易 可以全程投入去 非常忙餐 對 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我們都喜歡打機 可能大家年輕一點都會打機 你打機打到三四點 其實你覺得沒什麼 就是因為你喜歡做這件事 如果你真的上班 或者找到一件事 像打機一樣的興奮 你做也不會厭 其實你就會容易 在一個行業裡成功得到 實在 譬如我們消費者 我喜歡一個有 passion 的人做的事 錢可能差不多 或者比貴多一點 但他那種 passion 至少會想前因後 你前後 都會想清楚 才賣出來 相對我們得到 一個好 quality 的 service 機會會大很多 這個真的 忽然回到那種 passion 這個很重要 沒錯 特別是對人 我們對人的行業來說 因為我們接觸的 可能是一間公司 上市公司的 CFO 或者是一個 founder 本身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月曆 很多經驗 變成他看你的時候 他都知道你說話 談吐 你是否真的從他的角度出發 其實他會感覺到 你的客戶一定會感受到 你是否有用心幫他做這件事 當然很重要 我回盤生意 就要交到手上 怎樣股價股值等等的事情 而且很重要 你的專業能力 絕對影響整件事很大部分 所以這個跟一般不同 可能某些行業很不同 我想問一下 例如你們這個行頭 現在的發展會怎樣 你經常說科技化 你的數據上又會怎樣怎樣 其實會不會又是走回大路的事情 還是都不用用你們現在的模式 其實都已經可以生存到 做這個股價這個部分 不是的 我們現在都很害怕 前些AI在這裏的時候 不相信我們 因為AI什麼人都可以去replace 計算數據 任何事情 你都要變一下這個行頭 是呀 我們都一直在變 例如我們在財務模型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東西 就是電腦可以幫助我們很多 甚至乎有很多東西 其實你都不需要再人手去計算 對呀 很怕律師都是這樣 所以慢慢 如果我們一直停留在計算的工作上 其實接下來你一個AI發展出來 或者有些IT的人有興趣來踩入我們的行業 其實就很容易玩完 但變成我們都是向一些高增值的地方出發 例如我每一宗交易中 我怎樣給一個意見出來 是對客戶買賣雙方實用的 然後怎樣促成交易 這些其實有很多是人的元素 在裡面 也有很多是關於談判技巧 甚至乎你自己很多是經驗上的累積 變成這樣東西的時候 其實就不太容易 你找一部電腦回來就取代得到 因為我們其實做古籍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科學的東西 但其實我們自己都會說自己 其實我們是一門藝術 不是一門科學 變成這個藝術和科學的分別 我們不是單純計算對的數目給你 我們是有很多其他的意見 可以幫你達到你想要的目的 這樣東西就會分別我們人和電腦 是有個分別 但科技化是大家都逆轉不到的趨勢 反而我們現在是在研究很多創新的科技產品 例如比如比特幣 很多電子貨幣 這些我們都會看有沒有一些新的機會 或者是適合我們一些客戶 可能他們有興趣 我們都會介紹一些給他 那你又可以另一邊就是 一來你保持著這個世界的潮流 另一邊就是你的客戶 都會覺得其實你都知道這個世界 發生什麼事 你會容易溝通到 相對啦 因為始終生意有些人向前行 常常說你不可以吃老闆 因為世界轉得太快了 以前可能10年一個循環 然後5年 現在可能2、3年 為何又不同了 我常常說會不會有別的事 如果你不懂電腦 你街上都出不了 因為鎖就是密碼鎖 那些電腦鎖 在國內現在都是這個問題 即是不拿現金 你的電話一無電的話 你便凍了 什麼都沒有 你基本上 甚至朋友做Apps 你問一個問題 究竟你覺得不見了電話會慘一點 還是不見銀包 很多人覺得不見電話會慘一點 沒錯 即是銀包算 即是錢的 我起碼回到家 但不見電話是什麼都不行 所以複計沒有辦法去逆轉 還有都要處理 還有剛才說了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這行都是人的部分 重要 還有AI處理不到就是複雜的人士 或者人的價值的部分 因為你剛才說了這麼多生意 不同類型也有時間去做 然後還要說 每一個藝人的數據 因此都弄得很難 希望他不會這麼快 搞得到這件事 Manda 你真的會有可能性 對 要搞你都不知道 你很快就掌握到 大概有什麼重點 你要去看出來 因為現在年輕人 他們會想到一些事情 又去搞不同的行業 你們雖然有些容 但我想最厲害的就是 你可以怎樣運用新科技去處理 這是可以處理到的事情 我想我們需要是 我們要是一個快學者 甚至乎在一個行業內 會接觸到 因為我們接觸到很多不同行業 由礦業到電廠 我們也看過 然後傳統的餐廳 到Fintech的公司 我們也有看過 其實每一次接觸一個新的行業 其實你要做很多功課 去瞭解這個行業的趨勢 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們跟客戶談的時候 客戶在這個行業內 已經是幾年 甚至乎十幾二十年的人 其實他對這個行業 是鳥如指掌 你不可以問他一些 很表面的問題 其實我們每一次 在見客戶之前 我們也要做很多的研究 看看到底市場發生什麼事 公司以前發生什麼事 跟客戶談的時候 就要去到最重要的位置 要跟他溝通得到 還有大家要建立一個頻道 大家其實是同一類型的人 你不可以說 其實你對他的行業內 所有的Dragon 一些術語 完全都不懂 其實你跟客戶談的時候 就會遇到很大的問題 但是聽你這樣說 這個工作的過程 其實你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很多不同的行業 你會很熟 你都是這樣說 如果年輕人比較懶惰 的話 真是很懶惰 做得你這個工作 因為你很主動要學習很多東西 要不然你都要跟別人溝通 還有你彈性要很大 新的高科技 也有古舊的廠 那類都會有 你的彈性不大是不行的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在你這個行頭裏的古籍師 大部份都是屬於你這類的 這麼特別的 又這麼彈性的背景 還是不是的 其實什麼性格都可以入行 彈性 我想第一件事 最重要的事 你可能要有一些數學 可能有一些資金的基礎 這是肯定的 是嗎 計算都不行了 這件事 雖然你可以入行去學 但你有這些基礎 其實你會比較容易 第二個 可能是你對客人的 presentation skills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是 你真的要對這些生意有興趣 特別是我們古籍 我們不是只看一個生意 不是只看行業的生意 如果你是 可能我真的對生意沒有什麼興趣 你又想入古籍的話 可能你可以去做物業的古籍師 就是去做測量師那些 或者是看古籍 古籍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行業 但如果你想在看生意上 或者是你想做金融工具那邊的股值 其實不多不少 你都脫離不了 你要是接觸不同行業的生意 也會回到 我一開始最基本的 就是你要是一個快學者 因為你要看得比客人更快 你要盡快取得到一些東西 去給你的服務 這個特質也很重要 而且聽來聽 最主要有幾樣東西 如果你真的要做古籍 不容乎是 剛才你所說的 譬如你生意 金融的 股東 或者是樓 四樣的 有沒有更多範疇都是古籍的 大概是這麼多 因為生意上的範疇 你已經包到很闊 所以如果大家要做古籍 都是這四大內 你就要想想 這個是不是你覺得喜歡或有興趣的部分 因為最重要的是 做一些行業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打工的話 就不會做得很久 你要做得很久的話 你就真的想想 原來是古籍 我自己都是初學者 我對這些東西都有興趣 不一定生意 可能我喜歡古董 我喜歡看美的東西 或者我喜歡把古舊的東西 古舊的價值 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的是你認真考慮 認真花時間下去的話 所以我相信這個行業 都可能成為你接下來 工作的目標 謝謝Jason 我們分享了 關於古籍 究竟要做些什麼 做古籍生意的人 就是這樣 而且很重要的 而且真的很重要 記住自己要做生意的話 認真一點 用心去做的話 你也有蒙的好生意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